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2024年的八月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八月份基本上是通往秋天 甚至是第四季的一个过渡期 我们每一个人好像要先经过 这个八月份的迷雾森林 才能够呢 到达另外一个地点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八月的星象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 从八月五日到二十九日的这段时间里面 水星会开始逆行哦 那同时呢 在十五日的时候 水星会从处女座退回这个世座 同时很有趣的是呢 掌管人际跟金钱的金星 在八月五日啊 水星逆行的那一天 他也会这个进入到水星掌管的处女座 然后呢 在水星瞬息的那一天 他就会进入天乘座 所以金星跟水星其实是有一种同步的一个调性 更巧的是呢 火星啊在这个月 也在水星掌管的双子座 好 所以呢 这个形象呢就告诉我们 这个月份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呢 就是沟通交通 或者是交易呢 很容易不顺或出错 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再来呢 这个月非常适合短打 好 那如果你要拖长的事情呢 他一定会有变数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拿这个月来做实验 比方说 开一家餐厅要做试营运 因为呢 也先试试看之后呢 可以做调整 或者是呢 你要做一些事情 你可能要把这个大的计划 切割成小的计划 然后慢慢测试测试 OK了 再往前走是会比较好的情形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形象很重要 就是木星跟土星啊 这两股不一样的力量 他们在这个月呢 开始形成一个压力的角度 也就是木星 它代表的是成长 然后要突破 或者是呢 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发挥 要不要有限制 要自由 可是土星呢 它需要怎么样 要节制 要跟你说要小心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两股力量呢 刚好又在变动星座出现 所以这个月份 很多事情就会矛盾 也就是说啊 你本来以为事情呢 可能这样子发展 但是呢 并不是这样 或者是呢 你以为它可以很好 结果后来没这么好 你以为它很差 但是呢 好像又有转机 所以这个月份呢 基本上每一个人啊 都会充满了很多问号 或者是呢 犹疑不定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呢 他就会脚踏多条船 因为他也不确定 所以这个月份呢 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探索 什么样是最适合自己的 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可是呢 基本上我觉得也不用太心急啦 这个月呢 不妨就拿来做点实验 或者是拿来观察自己跟周遭人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这个月本来很多事情都要到月底之后 才会慢慢怎么样 真相大白 才慢慢的清楚知道 这个迷雾森林的后面是什么样的场景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别的星座运势 首先 我们现在聊到事业运 事业运呢 我要来讲五个星座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上升或太阳带 狮子座的朋友 这个月份呢 其实事座啊 很容易啊 受人瞩目 很吸睛啊 你可能在团体里是领导者 而且呢 你的表现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注意你啊 朋友缘也很好 可是呢 你会发现 你做很多事情呢 好像没有这么顺 你以为可以这样 诶 怎么好像结果会打点折扣 同时呢 你跟老板 上司 或是长辈的一些意见呢 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会冲突 所以呢 你可能就有一点点挫折 那我要告诉事座朋友 请不要挫折 这个月呢 可能是你重拾信心的好机会 因为 事情虽然不如你的预期 不像你的计划一样的发展 但是你可能发现 在关键的危机时刻啊 诶 你突然有个新的点子 你突然找到一个新的方法 解决它 或绕道了 反而这个时候呢 你会更有自信哦 再来呢 第二个是 上升或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朋友这个月呢 有一种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环境里面啊 充满了一种 权力斗争的色彩 比方说 公司的组织有调整 要裁员了 或是要改变一些人 到新的部门 也可能呢 诶 这个预算被砍了 被缩减了 或者是呢 你的绩效 KPI呢 改变了 所以你原来的生存方式要改变了 而且呢 带有一种竞争的色彩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 所以呢 你的那个危机意识 会特别的高张 但是我必须要说 就是 天蝎座的朋友 天生就有一种克服困难的条件 所以呢 我觉得你要放轻松 去思考这个月 怎么去处理 但是天蝎座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自己的投资理财的部分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合作伙伴 他财务可能有点问题 你要成为他们这个支援的 一个很重要的主力 再来第三个呢 我要聊的是双鱼座 双鱼座呢 这个月的工作非常的忙 而且事情很杂 不只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 而是呢 你的队友 你的同事下属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你往往的要去帮人家擦屁股 那我会建议双鱼座朋友呢 你这个月一定要有自己的优先顺序 你要有你自己的时间管理 那么 只要你能做好这两件事情呢 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而不会呢 只是单纯的 哎 帮了很多人解决问题之后 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不过双鱼座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啊 这个月可能家里会需要你多付一些心力 比方说 哎 家人出了什么状况 要帮忙处理 或者你的宠物出了什么状况 你要去照顾 所以双鱼座朋友记得哦 请先照顾好你自己 再来呢 我们要聊到的是 上升或太阳带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 有转职 换单位 或者是你想要争取外派 出国 出差的机会 我觉得是挺好的 不过这个月有一个现象就是呢 很多事情的进展 并不是掌握在你的手里 而是你的合作伙伴 你的客户 你的竞争对手 外在的人事的一些变化 它会推动你往一个方向走 你得沉浮哦 你本来想往东 但是大趋势就让你往西 你自然而然要调整 那再来呢 就是因为你会去受到很多事情的干扰 所以难免呢 你要小心啊 有的时候太过天真 热情 所以去摄入太多别人的杂事 所以你要选择性的参与 同时呢 你要培养世人的眼光 最后呢 我们来聊到的是双子座 双子座其实这个月呢 浴室呢 有一种 试气如虹的状况 因为火星木星都在双子座 工作忙 而且好多机会找你 好像可以大展身手 可是呢 别忘了 你的守护心 水星在逆行啊 所以可能呢 计划啊 赶不上变化 所以我对于这个双子座呢 建议就是呢 很多事情你先做了再说 不要把事情呢 诶 说得太早太快 那有可能呢 你先做完了 成功了 你再高兴 再跟大家分享 反而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怎么样 赞美或肯定 那反而如果你一开始呢 把这个目标设得很高 到处跟别人说 结果你做的是一样的成绩 可是呢 因为你已经抬高了大家的预期 所以自然而然 可能 大家会把你的这个印象分数啊 扣了一点 另外呢 双子座这个月呢 你要小心啊 你有太多兴趣太多事要做 所以有可能会分散精力 所以最后每一件事情都做的 一般般 那就有点可惜了 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再我们看到的是财运 这个月呢 上升或太阳载 这个巨蟹 摩羯 天秤座朋友呢 财运呢算是特别好 或者呢 可以说这个月 财务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比方说这个月 你就有很多可以接案啊 赚钱的机会 或是呢你要去做 买房啊 投资的计划 也可能你有一些资金的周转啊 或是你要还债等等 种种的财务事情 都容易在这个月发生 可是 它可能过程好事多么 大家的条件 没有办法一次呢 就谈清楚啊 或者是中间有什么是耽搁了 所以请你们要特别的有耐心 而且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 忽然发现 我学到了 平常没有学到的小细节 或是小条件 可以省一点钱 可以怎么样啊 这是好事情 不过呢 这个族群也要特别留意啊 在这个月份 你有很多的社交娱乐的机会 所以花钱的机会很多 花钱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 你可能想要 这个每一个都答应 让大家这个皆大欢喜 那你可能会委屈自己 那有些事情 你其实不参加也无所谓 但是你去了之后呢 发现哎 又没有玩得开心 又去当了这个付费的分母 然后好像浪费了时间 你反而自己会觉得 有点一肚子气啊 那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记得这个月份呢 你可以顺选啊 你的这个玩乐娱乐的事情 不要让自己不开心 那最后呢 聊到的是 这是大家很在意的感情的部分 基本上啊 这个月呢 感情跟桃花的机会 最旺的就是上身或太阳在 金牛处女跟摩羯 因为代表爱情的金星呢 哎 在这个8月5日就进入了处女座 所以这个族群呢 最容易有交朋友的机会 最容易遇到什么外国远距的桃花 那甚至于呢 还有可能在工作当中插出火花 如果你已经在感情关系里的朋友 也可能有比较多前进 或调整 或是拉近彼此距离的机会 但是我们还是要再补充说明一些 其他的星座 他在人际关系 或者是在感情上 也有一些要注意的课题 第一个呢 其实上身或太阳在 视作朋友这个月 你是有一种感情的主导权 你会吸引到大家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想要 把握感情的机会 视作是可以留意的 那么另外呢 有两个星座在这个月 约会恋爱玩乐的机会特别多 就是上身或太阳在水瓶座 跟白羊座的朋友 我建议你们 可以利用这个8月份的时间呢 多参加活动 或者多安排约会 不管是你想认识的新朋友 还是既有的感情关系 你们会有一段非常非常难忘 而且快乐的时光 不过呢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啊 水瓶座朋友呢 你这个月的感情机会 有可能是一种 也不能说昙花一现啦 就是有一种好像很开心 但是最后会有 难免要分手 或是远距的状况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如果有些感情 你觉得其实挺不错的 要珍惜 后续要保持联络 要懂得经营 你才能够把握住这个 8月份开启的火花 或者是新的计划 那最后呢 要聊到的是上升或太阳在 金牛座的朋友 跟上个月一样 金牛座呢 跟家人 这个手足啊 或者是小孩的关系很好 所以你会跟自己的人 玩得很愉快 那不一样的是呢 这个月你很可能会有更多的 对外的合作 也许公司的活动啦 社团的活动啦 朋友来找你啦 所以金牛座会陷入一种两难 就是有的时候 你又需要陪你的家人 情人小孩 你就可能不能参加某些 社交性的活动 偏偏你觉得它有利于你的事业 或者是你必须为工作 人事很多事情去处理 可是呢 你就发现你可能要错过了 你跟家人 或者是情人之间的相处 那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很容易让金牛座 在拼命勉强自己的时候 情绪暴走 好不好 所以你的金牛座朋友 记得这个月 你要保持心情的平静 然后呢 事实的要告诉自己 有些时候你就是要 有一些选择 难免不是事事都可以如你所愿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8月份的星座浴室 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以减欲凡 顺利的度过水逆的8月份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